这帮小孩第一次打比赛都紧张啊 抽筋啊 我说抽筋 连他们手没人都抽筋 是紧张的原因吗 我说小哥 你11个队员 9个人抽筋 连手没人都抽筋 我说你这个王八蛋 我说你说 你是运动员紧张的事吗 我说你咱们肯定瞎练 他们后来告诉我 是 他没事了就跑沙滩 天天去所谓的身体素质训练 所谓的要练技能 这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我们的体制底下 所有给人的一种禁锢 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新鲜的东西 他从小失从的 就像徐根宝 田维斯这些他妈的 最最思想守旧 最最没有见过世面 最最没有经历过职业化的人 他们来去教出来的人 再去带孩子